皮一蜜蜂和滿滿 拿到香港第一場勝利 其實這筆話都可以說 會不會都令到有少許有惡有痕呢 當然啦 因為他最初轉過來的時候 他在一個站 或者未入閘之前 都有一些很大脾氣的 我想他弄傷過一兩個騎士 一直教,教了很久 直到現在正常跑他了 又要找回他一個最好的跑法 他之前表現過很多速度 然後很快停 直到會Hang-in 今天他說他半分錯過了一個站 即是跳得不太好 反而他這樣做得更好 跳得更多,拉斯比多一點 會不會是艾少麗的那個姜誠 或者他的手法是舒服的呢? 當然啦 他當然是一個好騎士 他流放、鬥拉斯也很好 真的這麼不適合 直到馬方林錯過了 慢了慢 讓他Finish off更多 他也是第一次見到他 可以跟到馬方 之前試過 但是衝下去又不多 當然來到五班 去到這個平均 背這個磅位 可能有些好處 還有這支馬在上圍 都曾經因為傷患 而決陣的一段長時間 可不可以說一下馬方 我想說是膝頭哥 他有裂骨情況 我們都用了很長時間 跪尾才慢慢跑回去 當然很開心 他贏到第一場球馬 為馬主 因為馬主都年紀很大 都很開心 希望這場馬 現在沒有問題 繼續贏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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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